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的历史困扰都发生在历史被简化为一场闹剧 那么尤其是这场闹剧是在为政治服务的时候 而这个闹剧的主要标志在当代史上 尤其是国际关系史上就是前苏联的解体 那么这个主要转捩点 那么这发生在1999年 就是柏林墙的解体 前苏联的瓦解 那么这事情就改变了当今世界格局的开始 布勒金斯基这本书我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呢 因为有几个道理 他的老板美国前总统卡特说 没有人比布勒金斯基更了解权力跟原则的相互依赖关系 也有人说布勒金斯基他为什么他之所以有那么的强悍 因为是站在美国冷战时代或冷战之后的一个很有名有代表性的鹰派 他是保守的民主党人 也是强硬的官场中人 对这一点的华尔特罗素曾经有这么一个评价 跟布勒金斯基同时代的政治人物 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相提并论 这个话听起来基辛格听起来就不舒服 但是基本上来讲这也是一个他的江湖地位 那么这本书其实就有谈到一点 不仅是对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大调失望 尤其是911之后的美国单边主义的实践 不断的遭遇到一些挫败 那么作为大棋盘的设计者 当然他是有很多批评的看法 那么这本书他认为06年之后 所呈现的对美国单边主义实践 大权主义的实践的主要的地缘政治的趋势 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应该说这个老人家看法还是比较尖锐 而比较准确 比如说他谈到了 第一伊斯兰世界对西方世界的敌意更加的强烈 我相信这一点 今天的中东在巴勒斯坦 在南亚次大陆 在阿富汗 在伊拉克 在伊朗 这些问题我们有很多屡见不鲜 腐蚀皆是的这么一个例子 第二 他认为中东地区随时可能爆发冲突 当然 美国化解了利比亚的潜在的这个 邪二轴心国这个之后 那么全力以赴的对护叙利亚 但是中东地区 现在美国跟伊朗的关系 伊朗非常紧绷 因此 第三他认为了伊朗 有可能在波斯湾取得主导的地位 这是对美国来讲是盲刺 在被的威胁 第一是拥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 局势会更加动荡不安 我们看到了 最近 穆萨拉夫暗南下台 就知道 这个国家果然 正如布勒斯坦斯基所预测的那样 没有办法获得片刻的安眠 我们看到 第五 心中感到有点落差不服气的欧洲 那么这一点呢 不仅是欧盟 这个主体跟俄罗斯的关系 有一些落差 法国 德国 老欧洲 有落差 他们这个老欧洲对中国问题的看法 跟美国也有明显的一些认知上的差距 第六 愤愤不平的俄罗斯 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切入点 也就是最近发生在南高加索的哥鲁吉亚 不仅是愤愤不平 俄罗斯掌握了 对欧洲的天然气和能源的供应 这个一个咽喉 所以呢 就让欧盟国家没有办法对俄罗斯采取更强硬的所谓战略性的制裁 的动作 这一点 愤愤不平的俄罗斯 很显然 也构成了目前我们所说的新冷战的态势 第七 中国正在建立一个东亚共同体 当然他谈的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APIC这个问题 这个组织里面 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强 第二个他也没有预见到 上海合作组织 现在在维持东亚地区 尤其是中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能够有那么重要的一个功能和作用 第八 他认为日本的亚洲地区会越来越孤立 我们看到 过去三年 日本就换了两任的首相 而且日本在区域间的政治的发言前 没有办法达到了 怎么样了 他所想象达到的那个范畴 第八 他也预见到了拉丁美洲出现了民粹主义的反美浪潮 我们不要说古巴 就是说伯利维利亚 那个查维斯就已经够他头疼的 第十 禁止核扩散的建制开始解体和崩溃 但是这一点来讲 实在还没有更充分的数据 那么布勒金斯基这本书在谈到转机的时候呢 琢磨当然不是太多 但是他对美国911之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表现 他用了三个字 很简单 就是糟透了 布勒金斯基这三个字呢 实际上呢 对美国小布置政府 过去八年来 无论是对内部的政策 那么对国际的反恐这一个趋向 尤其是对大国政治之间的博弈呢 用糟透了这三个字呢 我相信小布什政府听了以后呢 心中可能会默认 但表面上当然是不服气 那么美国他认为 由于中国的崛起 由于战略取盘出现一些新的 一些态势的变化 美国正在演变成了一个呢 可怕而孤单的民主国家 当然这本书 跟布勒金斯基一贯制的 地缘政治的这种战略框架呢 是一脉相承的 但是在美国的政策界和外交界 像布勒金斯基这么资深 这么有洞见的一个呢 老谋深算的政治谋略家 不是太多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大棋盘的思想 大格局的思想 大国政策的思想 他把我们刚才所述的 这么多的一个界面 实际上呢 也做了一个新的检讨 新的反省 和新的勾勒 我相信这本书 跟大国政治 如果结合起来读 我们对美国 民主党的 大国 就特别是对外政策的 一些思路和框架 也许在十一月之前 十一月之后 我们会有一个 更进一步的掌握和了解 这本书 值得继续地深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起期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